欢迎收看白宫意见 我是张经义 那么这一期呢 我要和你谈 为民主峰会 还有这峰会呢 到底是否达到了 美国总统拜登的预期呢 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我一开始说的是呢 为民主峰会 而非我们常听到的 民主峰会 是这样的 这一场在美国当地时间 9号还有10号举行的峰会 英文不是 Summit of Democracy 也就是民主的峰会 不是哦 那也不是毫无其意的 Summit for Democracy 这样匿名的话 中文只能够有一种翻译 那就是民主政体峰会 也就是与会的都是民主政体 不是哦 其实呢 美国和大量的西方媒体呢 都注意到拜登啊 似乎为了地缘政治 或者可能试图拉拢呢 拉了一堆不太民主 甚至不是民主的国家 或政体与会哦 那为了避开这峰会 不一定都是民主政体 都能够参加的一个状况呢 白宫啊 很巧妙的把峰会命名为 Summit for Democracy 那这样就比较模棱两可咯 中文的话呢 是可以翻译为这个 为了民主的峰会 那这样命名的话呢 非民主啊 或者是不太民主的政体呢 也都能够参加咯 可惜啊 美国媒体 未能够了解拜登取名的用心 批评呢 拜登搞这峰会呢 闹了国际笑话 说啊 怎么一堆非民主政体都能够参与 而成功如新加坡这样的民主国家呢 却被聚在门外 未受邀请 那拜登举办这 为民主峰会的目的 究竟是什么呢 不管外界怎么看 拜登要办这场峰会 早就是板上钉钉的事 拜登呢 以接近冒叠之年 投入选战 主要原因也在于呢 看到美国身为民主老牌国家 进来啊 却出现大票 反民主的现象 特别呢 是在今年初呢 美国啊 有总统选输了 原先呢 还不打算下台 更是震惊世人 于是呢 拜登啊 其实早在选举期间呢 就嚷嚷着要办这样的一个峰会 目的是为了和世人说 美国还是个民主国家 放心放心 所以呢 这一回啊 也算是实现竞选的一个诺言了 但是 拜登心里也清楚一件事 他在峰会一开头 对着空荡荡的大厅和电视屏幕 对 这峰会呢 是视讯举行的 台上呢 就只有他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两个人 那拜登呢 一上来就 这么说 对于不少美国媒体批评呢 像是外交政策杂志呢 就批评拜登啊 搞峰会 目标不明 而办峰会啊 最忌讳的就是目标不清 不然容易事与愿违 于是呢 拜登啊 不只提了目标 还说呢 要搞一个重振民主倡议 还计划呢 承诺要在短短一年内 投入巨额资金 给世界的民主 拜登话一说完呢 白空啊 赶紧更正哦 说呢 总统先生啊 说的应该是 4亿2400万美元 是现场说的两倍哦 当然啦 这还得美国国会点头才行哦 所以拜登呢 才会在承诺前啊 额外加了计划两个字哦 那与会各方的反应 又是如何呢 白宫啊 原先是大张旗鼓的说 有110国和实体呢 与会的 也就是呢 世界啊 超过一半都参与了 结果呢 一到现场 记者们呢 数了数屏幕 一看 就怎么 只有80个呢 白宫呢 也在开幕式之后 才给出与会的清单 那上面写着 80国和实体与会 那因为时差的关系呢 美国东岸早上8点开始 那像是日本呢 都已经晚上9点了 于是呢 多数人呢 都像真信的在开幕式上呢 露个脸就各忙各的了 那后面大多数人呢 其实都是预录一下视频 所以如果啊 记者假如真的很有心报道 这场峰会的话呢 那可得要看完十几个小时的 预录视频哦 那拜登明年啊 承诺要举办真人见面会 效果啊 也许会不一样 说到这里呢 拜登啊 当天一讲完话呢 也是各忙各的 就赶紧处理美国的内政外交了 实在也没有时间 看与会者到底是说了些什么 他一边呢 去到国会出席 刚过世的前共和党领袖 包伯多尔的纪念仪式 那一边呢 则是因为视讯会晤啊 跟普京就乌克兰问题呢 没有谈拢赶忙和乌克兰总统 泽连斯基呢 打电话商量对策 美国保守派媒体疯传啊 拜登因为不想出兵 捍卫民主的乌克兰 而施压乌克兰呢 割让土地给俄罗斯 不过呢 对此啊 白宫郑重否认 说完与会者呢 美国百姓啊 对这场峰会是怎么看的呢 我看了我曾经实习的一个单位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 夜间新闻哦 就是美国最多人 同时收看的晚间新闻 并没有提及这一场峰会 而亲自由派的美国媒体 Vox呢 发表了相当直接的一篇文章 标题是 美国民主摇摇欲坠 但不清楚美国人是否关心 副标是 拜登的民主峰会 应该强调民主的全球处境 但在美国关注的人并不多 简单的谈一些这篇文章的一个内文哦 基本上呢 是说呢 在国会骚乱之后啊 没有人怀疑 美国的民主是身陷危机 但至今呢 部分共和党人呢 还是说拜登啊 偷了选举 那民主党人呢 对此啊 却没有什么作为 报导引用10月份的一份 这个民调显示呢 高达71%的共和党人认为 美国民主遭遇着巨大的威胁 民主党人呢 就只有35% 在共和党支持者同仇敌忾之下 难保四年之后 美国不会再一次的政党容替 报导就说呢 美国的民主啊 在2024年将再次遭遇考验 我仔细听了这个拜登的峰会闭幕讲话 跟开幕时内容差不多 不像在气候峰会之类的这个 峰会结束之后呢 各国啊 还有达成具体的一个成果 这场峰会结束呢 拜登啊 没有提及任何具体的成果 在内热外冷之下呢 今年啊 这场峰会就这样画下的句点 谢谢你的收看 喜欢白宫意见的话 还请关注加三连哦 谢谢 平安